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马迪厄也是个驴脾气 他就是想去见见自己的两个兄弟 第二天他立马找到约翰的小儿子开的摩托车店里 但是没找着人就被皮埃尔拽回了自己家 皮埃尔家里有一堆女儿 可谓是阴盛阳衰案 马迪厄还是不放弃 表示不在乎参不参加葬礼 我就是要见约翰的家人 没办法皮埃尔只好答应了 第二天皮埃尔带马迪厄来到了约翰出事的地方 约翰是溺水死的 连尸体也没找到 两人遇到了仍然不放弃打捞尸体的大儿子本和小儿子山姆 他们四个人组成了一对 捞了一天啥也没找着 当晚他们决定留在这里 明天再捞 夜里两个儿子吵了起来 山姆发现大本执意要捞尸体的原因 竟然是为了开死亡证明继承遗产 山姆说你就是个畜生 这些对话被屋外的马迪厄听到了 马迪厄心想这两个人都不是个东西 玩饭的时候山姆开始调侃起了自己老爹的风流寨 并且当众戳穿了大本 两个人立马就打了起来 马迪厄和皮埃尔跑到了外面 马迪厄很受挫 因为他怀疑约翰的私生子并不只有他一个 皮埃尔安慰马迪厄 把约翰的听诊器给马迪厄留作年香 便让马迪厄不要多想 约翰对马迪厄的母亲是认真的 只不过爱情里就是有先来后到的顺序啊 但是马迪厄听完并不觉得安危 他决定回家不再掺和这件事了 开车路上马迪厄把约翰留给自己价值不菲的名画 送给了皮埃尔 晚上皮埃尔留马迪厄在自己家过夜 期间沙姆误以为马迪厄是皮埃尔闺女的新欢 还把马迪厄揍了一顿 就在这时马迪厄意外发现 自己的亲生父亲可能就是皮埃尔 这让马迪厄更加懵逼了 皮埃尔的妻子安娜告诉他 皮埃尔得了癌症时间不多了 希望马迪厄可以拯救皮埃尔 第二天出发去机场前 马迪厄戳穿了皮埃尔就是自己的父亲 并要求皮埃尔接受化疗 皮埃尔答应了 并给马迪厄的孩子们买了礼物 马迪厄置身飞回了家 这是一场假借约翰之谜 寻找亲生父亲的温情电影 皮埃尔对马迪厄的情感也刻画得十分细腻 也许马迪厄真的只是一个意外的产物 但是皮埃尔对这个儿子也怀有爱意 我是小胤 更多精彩电影 欢迎订阅略影时光 感谢观看